你煮番茄會有水清洗生肉嗎? 研究調查90%的美國人煮肉前都會先洗 你是不是覺得肉跟菜一樣 料理之前就是要先洗乾淨才能開始煮呢? 人類常常會把清洗和乾淨畫上冷套 就像是我們會洗衣服、洗床單、洗車子、洗碗盤 甚至是洗自己的身體 但洗生肉這個聽起來很直覺的動作 其實是有可能會證明的 今天我們帶你一起來破解這個迷思吧! 其實美國的USCA是完全不建議洗身後這個行為的 但你可能會覺得 生肉上面細菌很多啊 或是有很多其他的髒物 像是殺死之類的 不洗一下就阻止了 不太會髒了 但其實現在在一般超市買到的肉品 在屠宰的過程中 都是有嚴格控管的 並且有政府機關認證的 因此其實不太會有髒物 那至於怕細菌很多嗎? 其實你用清水沖一沖是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因為很多造成食物中毒的細菌 像是E.coli 大腸橄菌 跟Salmonella 沙門氏菌 並不是用水洗一洗就可以完全被洗掉了 所以基本上用水洗生肉這件事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而且因為肉是要煮熟才吃的 而煮熟就是最好的殺菌方式 因此洗生肉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再來洗生肉真的是 其實反而是會危害食物安全的 怎麼說呢? 當你用水洗肉時 肉上面的細菌不但不會被殺死 其實都會隨著漸出來的小水滴 沸得到處都是 你廚房的流理台還有其他食材的備料 都會被細菌噴到 比方說等一下要炒的菜 那因為青菜即使有煮 煮的時間也比肉短很多 因此這些細菌來不及被殺死 就會被你吃到肚子裡了 所以不只是不要洗生肉 只要用手摸過生肉 也要洗乾淨 再來摸其他東西喔 那講到摸完肉要洗手 有些人可能就會有疑問啦 這樣洗手不是也會把細菌噴得到處都是嗎? 為什麼洗手可以洗肉就不行? 那其實是這樣的 第一,你的手不能屬熟殺菌 又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殺菌 所以洗手是有必要的 第二,洗手時可以用肥皂 因此清潔效果會好很多 能有效移除手上的細菌 所以洗手這件事是有意義的 再來,手上沾到肉的細菌 會比肉本身還要少很多 因此相對的 會噴到其他東西上的細菌也就更少了 好啦,講了這麼多 我們來示範正確煮肉的步驟吧 好啦,今天就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by bwd6